我是有烂娇染上艾滋 却坚持要生下肚子里的孩子 我劝他为自己和孩子考虑 打到孩子好好治病 他却白眼一番 如果你知道孩子爸是谁 你只会说我命好 后来他带着孩子高调认亲 却被富二代骂声化武器死不要脸 急怒之下 他把我推下高楼 如果不是你诅咒 我儿子怎么会生病 如果不是你 我肯定能为一子贵 嫁入豪门 再睁眼 我回到帮他看烟云棒这天 芳芳 你快帮我看一下 这声是两条杠 熟悉的声音传来 还未睁眼 手里便被塞立根棒子 快点啊 我的未来就在你手里呢 听着那甜蜜到我心的声音 我不自觉打了冷战 我重生了 身体还沉浸在被活活摔死的痛苦里 面前却是凶手的脸 上一时张晴让我帮他看结果 可结果出来 他却连孩子是谁的都不知道 甚至在我陪他去产检时 还查出艾滋 医生劝他打掉孩子抓紧治疗 作为朋友 我劝他打掉才是对孩子最好的选择 他不听坚持生下孩子 后来我才知道 他的孩子是深水炸弹的节目 他的病也是那时染上的 生完 他带着孩子高调认亲 却被富二代骂生化武器死不要脸 有点常识都知道 这样的孩子 就算他没病 孩子爸也不会认 他被全网群巢 却独独记恨上我 他认定是我毁了他的美好未来 处处针对我 他联合学生会理事男友 处处给我屎半子让我病了 又联合全寝室 孤立打压我 最后更是把我挂到表白墙 说我滥交无数 勾引富二代 害他的艾滋 我处处解释 各个反驳 可流言还是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直到我患上抑郁症 被他推下高楼 弥留之际 我清楚地听到了他癫狂的话 那可是金圈大佬的孩子 如果不是你 我肯定能无一子归嫁入航门 下辈子 不要再多管闲事了 想到这里 我一把将手中的燕运棒扔了出去 什么脏东西就往我手里塞 这辈子 我倒要看看 我不多管闲事 他能不能嫁入航门 你 燕运棒被我一扔 瞬间惊动了寝室其他两名室友 怎么了 怎么了 大喇叭周笑笑探出脑袋 大大的眼睛满是疑惑 张晴不愧是能棒上富二代的人 一见有人关注 立刻引后上身红了眼眶 芳芳 我知道我爸土大款 你一贯看不起我 可以不能随便扔我的东西啊 委屈连连的话一出 另外一名室友吴雪 也将头探出床帘 芳芳 快跟张晴道歉 这里是学校 没人惯着你的公主脾气 寝室中吴雪年龄最大 又是学生会主席兼寝室长 常年摆着关架子 上辈子就是这样 只要寝室里有什么矛盾 无论对错 他第一反应就是让我道歉让步 后来我被刘炎缠身 求他替我成亲 他却只冷冷地撇着我 你若心向光明 又怎会去拍刘炎 学生会不是你家开的 没必要为你服务 轻轻一句话 彻底浇灭了我最后一条求生之路 我以为他只是怕惹祸上身 可直至死前那一秒 我才知道原来他早就 跟张晴穿了一条裤子 他俩利用植物之变 大脸学生才 他们甚至还利用我的留言 将黄色广告 隐晦地贴进学校网站 大转特转 他们喝尽了我的每一滴血 想到这儿 我指着那根角落里 裂开的烟运棒冷冷笑了 主席大人 有人往你手里放掉棍 你能忍 我可是记得 上次一个小朋友 蹭了你裙子一点鼻涕 你讹了人家一条保个力才罢休呢 还是 只要给你送点好东西 你就能昧着良心替他说话 说到这里 我一有所指 看向对床的张晴 上一世 张晴表面打着 土大款之女的名号 送了全寝室 一人一条爱马仕丝巾 他出手大方又阔绰 吴雪 周孝孝早就被他收买了去 所以哪怕我清楚的知道 流言是周孝孝传的 黑我的帖子是吴雪做的 我也拿他们无可奈何 我原本想的是 不夺管闲事 可既然他们不依不饶 那我就要他们付出代价 吴雪被我呛了一阵脸红 眼神不自然瞟向张雪 随后又摆出一副公正的样子来 谁的错谁道歉 你现在必须跟张晴道歉 还得手写道歉信挂表白墙七天 手写道歉信 挂表白墙 好啊 我蹭蹭下床 三下五除二捡回了那根验韵棒 随后对张晴来了个90度大鞠躬 张晴对不起 我不该扔你的东西 我道歉 随后 刷刷三下五除二写出一封道歉信 挂上表白墙 又以生平最快的速度换衣服 离开了宿舍 这个宿舍我不回了 那群人就让他们自己烂吧 我本身就是个极简主义者 在宿舍除了一床被子极简衣服 也没什么行李 根本不用回去收拾行李 不出半天 我已租好了房子 打开手机 微信的消息格外醒目 其中小半来自各个群聊 更多的来自张晴 芳芳 你在哪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把我怀孕的事情公之于众 这就是你的道歉方式吗 怀孕是我的隐私 你凭什么告诉所有人 还造谣我的孩子有六个爹 你怎么敢的 还有无血的 芳芳 我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命令你 马上把那封道歉信删掉 你那是道歉信吗 那分明是污蔑信 你也太歹毒了 你怎么还不回消息 太不把我放眼里了 你等着 看着一条比一条精彩的消息 一种报复的快感油然而生 打开学校论坛 论坛也早已炸了锅 笑话张晴怀孕了 学生会主席带着霸凌室友 张晴的孩子居然有六个爹 三条热度超高的帖子 也牢牢霸仗榜首 而最上面 则是我那封查理 查气的道歉信和验韵棒照片 我不该扔掉张晴同学的验韵棒 现在我在这里正式向张晴道歉 并收回张晴同学 有六个追求者的言论 希望无血同学看到以后 不要再找我麻烦 我真诚向张晴同学道歉 当然 张晴根本没有所谓的六个追求者 可他的孩子是六个人 同时造出来的 却是事实 留言嘛 当然越传越真实 眼看效果已达到 我不动声色删除了帖子 上辈子 张晴先倒打一耙 让我不得翻身 现在 我就一笔知道环石比身 可我刚删除帖子三分钟 张晴的消息就又蹦了出来 芳芳 谢谢你删除帖子 晚上我请全寝室吃饭 你也一起来吧 一起吃饭 我就不信了 我刚把张晴挂到网上 他转身就能心平气和请我吃饭 他要是有这气量 我上辈子还会惨死 用屁股想都不可能 我无视这条消息回了家 上辈子我死得太惨 连父母的面都没见到 这一次我要先回家 可到高铁站没多久 就被张晴堵了个正正 我第一反应就是 他是故意来堵我的 因为他身后还跟了个满脸横肉 走起路来地板 都要抖三抖的大胖子 还没开口 那男人就眯着眼睛 一脸看后路的表情看向我 表妹 这看着也太老了 根本不是你说的十八 我 叫我不说话 男人再次开口 你是叫芳芳没错吧 我点头 你是 随着那男人点头 张晴瞬间满脸对笑 表哥 他就是长得着急了点 年龄不大的 比我还小一岁呢 芳芳 我知道你没男朋友 特地把我表哥介绍给你 看我表哥都重视你 知道你不喜欢饭局 特地来高铁站看你 我满脸黑线 才懒得跟着懒人纠缠 转身就想走 却连半个身子还没扭完 就被张晴一把拉住 芳芳 你别嫌我心智口快 你一个学设计的女生 长得又一般 连我十分之一颜值都比不上 能有多大前途 还不如跟着我表哥 我表哥虽然已经四十了 可他月入半万 给你绰绰有余 而且他还有两个孩子 一男一女 你嫁过去连孩子都不用生了 直接无痛当妈 多好 四十 万万 五千 无痛 当妈 好小众的文字 我听愣了 一时尽不知从哪里开始吐槽 就在我愣神的功夫 面前的半万男 重重挺了挺腰杆 怎么 被我的收入吓到了 你们小姑娘就是没见过钱 告诉你 我可证实男人的黄金年龄 再过几年 收入还能再涨个两千 到时候你要什么都 停 我白手 当机的大脑 终于暂时调整过来 第一次证实他们 面前的兄妹俩 一个比一个得意 尤其是张晴 洋洋自得理 还掺杂着 抹都抹不掉的恶毒 不过 这里是高铁站 里里外外都是人 他不能拿我怎么样 想到这儿 我挑眉上下 打亮着眼前的男人 眼底尽是细血 你收入这么高 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当然是保卫人民的光荣职业 我 退伍军人 警察 在对面第二次摇头后 我终于惊慌起来 你不会是 成了金的警犬吧 你说什么呢 张晴瞪大双眼 我表哥可是有着 十年经验的人民保安 哦 我故意拉长尾音 可我只是个双飞眼狗 怕是配不上 你这么优秀的表哥 既然我这么自卑 男人眼中越发得意 你也别这么说 毕竟在我眼中 所有职业都一样 不过讲真的 你这个专业确实不太好 听说工作以后经常会加班 我可不想下班 连个暖杯窝的都没有 要不说你还是别念了 直接跟我结婚算了 反正都是早晚的事 彩礼吗 我大方点 给你一千一 赔价我也不多要求 给个二十万的车就行 对了 男人欲言又止 看我的眼神越发猥琐 你是处女吗 我可不想娶个不洁的女人 我呸 我只觉得 全身气血不断上冲 扬起手 给了那男人一巴掌 张晴敏自己找富二代 就给我介绍这种货色 我长得就这么像大渊种 还有你 家里没镜子 总有尿吧 就你这大脸去黑 搁大成堆 五官错位 抖眼睛没得活鬼样 你是怎么自信满满的 活到现在的 嗯 活鬼男没想到 我会突然翻脸 双眼通红 就想过来按我 但看得不远处 正往这边望无紧 又塞缩了回去 倒是张晴反应贼快 抬起巴掌 就朝我招呼了过来 我灵强闪身 轻轻松松后退三米 张晴现在毕竟是个孕妇 而且正是不安稳的时候 根本不敢硬追 只能任由脸憋成猪肝色 冲我大叫 方方 你会后悔的 后悔 现在不跑我才会后悔好吗 一口气跑出高铁站 迎着恋人呼呼喘气 平复了一分钟 不但觉得不热 还觉得后背发凉 就好像 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 照常向前走了两步后 我猛然回身 电光石火间 身后楼梯阴影处 闪过一道阴森森的眼神 是张晴 刹那间 一个想法如闪电般击中大脑 他怎么会知道我在高铁站 他不光知道 还能精准误误的知道 我的检票口来读我 而且 他那么在乎名声的一个人 为什么不在乎我给他制造的麻烦 反而积极地给我张若相亲 坐在井亭外的阴影里 我复盘了很久 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张晴跟我一样 重生了 不然 根本没办法解释 他的所作所为 只是不知道 他重生回来的节点是哪里 毕竟 我死的时候 他还没死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根本不知道 他是怎么找到我的 更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重生了 出于安全考虑 我迅速退了回家的车票 就连新租的房子 也不敢回去 只能在井亭周围转悠 不过天马上就黑了 一直这么拖着 也不是个事 就在我愁眉不展时 一条消息映入眼帘 是通信公司的余额提醒 可是我交费的习惯是 一次交易整年 不可能有余额不足的情况 而且这些信息的格式 明显与以前的余额提醒格式不同 只有两句话和一个链接 链接 看到这里 心童猛的一沉 这条消息 我今天下午见过 只不过那时 忙着收拾新租房 随手点了一下链接 就删除了 以前偶然听一个计算机大神讲过 无所断行 据我所知 张晴最热烈的一个追求者 就是计算机系的大神 不过因为他是全系出了名的穷 张晴对他从来没有无证言 看来为了恶心我 张晴也是下了血本了 只是我着实不明白 无论上辈子还是这辈子 他干嘛只盯着我一个人祸祸 为了搞清楚 我到底是不是被监控了 我刷刷在手机上 按下一串数字 两小时后 看着邮箱里满满的证据 我默默笑了 手机直接让跑轨送回出租房 我则快速买了另一部手机 回到学校 又一小时 我在宿舍门口拦住了张晴 看到是我 张晴眼中透出意外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应该在春河路 说到后面 他下意识捂住了嘴 我勾唇一笑 一巴掌甩过去 说呀 你怎么不说了 你以为你能做到天衣无缝 那破定位技术也太拙劣了点 张晴被我打懵 听到定位二字 身体明显一僵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你白天打我表哥 现在又打我 可是众亏亏都看见的 我会起诉你 你完了 现在是晚上七点半 宿舍门口确实来来往往很多人 甚至不少好事者 已经开始围观议论 怎么也算死过一次的人 我呵呵一笑 丝毫不慌 你说专业的行政人员 能不能查出来 是谁定位我的 据说从指使者到操作者 都得判三年 听到我要报警 张晴急了 声调都高了三分 你敢 你到底想怎样 怎样 我从包里抽出一打资料 扔到张晴怀里 你要么退学 要么转系转宿舍 以后再也别惹我 不然这些东西 我还挂到表白墙上 甚至送你去吃牢饭 张晴脸色一变 打开那些资料 上面大多都是他打扮的 或成熟性感 或娇艳魅惑 跟不同男人 出入各种酒店的照片 以及他跟计算机大神 商量定位我手机的聊天记录 还有他发在小号里的 各种大尺度照片 每一张 都足以让他身败名列 退学或者转系转宿舍 你自己选 还有 作为你定位我的补偿 房租够报销了 不然就等着收法院传票 我加大音量 随后推开人群 大踏步迈进宿舍 反正现在开始打名牌了 我干脆大摇大摆去收拾东西 宿舍是万万不能呆的 谁也不知道 张晴除了艾滋 还有没有别的病 张晴哭了 漂亮无辜的脸 配上无助的哭声 显得格外动人 楼下已经物意沸腾 不少刚才全程围观的人 开始安慰他 我在二楼宿舍 还能听到 他们在张晴的误导下 骂我不是东西 骂我霸凌同学的声音 可那又如何 从张晴身上 我就看出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 人们前几天还在讨论他的滥交 现在就能毫无借地安慰他 更何况 留言这东西 上辈子我经历太多了 最重要的是 我知道张晴绝对不会退学 我就是要跟他拉长 但他觉得可以掌控我 可以像上辈子一样害死我 最后却被我挽死 我不仅要报仇 更要住他的心 果然仅仅一个晚上 医学系方方霸凌张晴张晴 有苦难言 之前都是污蔑 同寝室室友出生 芳芳就是个常年霸凌他们的女胎妹 这三个话题 以牢牢霸占校内论坛 甚至还有不少张晴的追求者 把我打张晴巴掌的监控 传到了某音上 某高校研究生霸凌室友 这条热搜牢牢占却据了榜一 视频根本没有声音 我又背对着镜头 只能远远看到 我打张晴巴掌和他的可怜样 昨天围观那些人站得太远 我们都听不到彼此的声音 所以现在 张晴说什么就是什么 毕竟相比耳听 人们更相信眼见为实 这下 不仅在校内 我在全网都火了 不少正直的网友 直接找到了我的某音主页和微博 本来就快沦陷的账号 在张晴一条实名举报的视频推播下 彻底骂声一片 视频里 他又脸高肿 声泪俱下地控诉我 我看芳芳单身 就想着把表哥介绍给他 乃至他嫌弃我表哥赚得少长得丑 狠狠打我表哥 又来学校打我 说我对不起他 要不就给他赔偿 要不就退学 不要爱他眼 我知道芳芳清高 一直看不上我 连带着其他两名室友 也被他欺负 甚至前段时间 他因为造谣 我而污蔑寝寝市长 给我们寝市长 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此 我带他郑重向寝市长道歉 只希望他可以良心发现 不要再欺负我们了 视频最后 还有眼神坚定的无血的呼吁 芳芳 你不要执迷不误了 你到底为什么搬出宿舍 我们都知道 那几个男的不是好人 你跟他们住在一起不行的 快回来吧 我们很担心你 顶着满腔怒火看完 我直呼好家伙 如果不是事先有所心理准备 我怕是要气死 张晴这招后发之人用得极妙 不仅把我说成 不识同学好心的烂娇女 还成功把我定在了耻辱中上 除了网上骂我的 还有不少同学 跑到了宿舍楼下读我 可我昨天晚上 就连夜跑了呀 在保密性极高的酒店里 吃西瓜不香吗 虽然租房买手机住酒店 花了我不少奖学金 但只要能报仇 值了 西瓜吃到一半 我突然想起什么 拿出手机叫个跑腿下个单 半小时后 跑腿传来我之前出租房楼下的视频 姐 你真神了 你怎么知道这里有热闹看的 视频里 不少热心网友正在楼下读我 甚至还有人拿着颜料筒 往我住的二楼窗户上拖 我就知道 张晴既然知道我的地址 就不可能放过我 当晚 我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网上怎么回事 家里很担心你知道吗 听得隐忍又气急败坏的声音 我气急返校 我丢脸 我是家里人吗 那边叹了一口气 随后又试探开口 那你还需要帮忙吗 不用了 在这个霸凌话题 格外尖锐的年代 网上舆论越来越高涨 直到第三天 相关话题参与人数已经过亿 张晴也在网上再次公开喊话 方方 你回来吧 只要你回来 我愿意原谅你 她的善良大度 再次让人们对我口注比伐 当看到人们没热闹 也硬要凑个热闹时 我知道 时候到了 被网到第三天 我将手里一系列资料 全发了出去 包括张晴带他表哥 跟我相亲的一系列录音 我找他摊牌的录音 和他跟不同男人 出入酒店的照片 当然 还包括他找人定位 我的相关资料 最后 就是我的报警记录 他要网报我 我偏要最有公正力的人 来证明我 顺便 把他打入18层地狱 果然 我这些证据一经发出 舆论瞬间反转 张晴原来一片安慰的评论区 瞬间比我原来还惨 骂得最好听的 就是好一朵恶毒的白莲花 就连吴雪和周孝孝的账号 也相继沦陷 宿舍再次被围攻时 张晴被警察带走了 随后 我把报警记录发在了网上 报警理由 他非法侵犯我的隐私 污蔑侮辱我 这几条 足以让他蹲三年老 可在审讯室里 无论警察怎么问 张晴就是咬死不认 最后 竟是计算机大神 替他顶得罪 大神恋爱脑上头 无论警察怎么说 都只点头不说话 问极了 就是聊天记录是假的 一切都是他做的 就连买水军带节奏污蔑 我都是他干的 可我提供的证据 又不是他可以改变的 他是从犯 虽不至于做三老 却也要一年间外 我以为能把张晴送进去 可关键时刻 他却拿出了自己的免死金牌 怀孕报告 这下 他跟大神一样也成了间外 走出拘留所那天 张晴特地多打电话 他格外得意 想不到吧 孩子是我的保命符 哈哈 我轻吸一口气 也笑 我是没想到 可是 你没想到的事也多的呢 第一件就是 他被学校开除了 不为别的 光是他的作风问题 就已经够学校开除他三次 他回到宿舍才发现 行李都已经被 吴雪和周孝孝扔了出去 吴雪和周孝孝 被他连累的生命狼藉 早恨他恨得牙痒了 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这件事 光是周孝孝 就已经传遍全校 大家都知道 张晴去读导员和主任 哭着求情 却始终没换来一张校园通 第二件事 就是他被那些富二代拉黑了 原因是他被开除后 拿着怀孕报告 去找那些富二代 结果被带去医院宴 然后他得爱资的事就暴露了 一向注重健康的富二代们 急了 他们认定自己是被张晴传染的 不仅对他各种侮辱谩骂 就连钱都没给 甚至他在医院 各种纠缠富二代的照片 也不知被哪个人泄露 张晴诱惑了一把 连带着 他得爱资的事也被公知于众 张晴被开除 又是个网络红人 在这个城市根本找不到工作 后来他隐姓蛮名 找了个夜店陪酒的工作 可还没工作两天 就被灌到为吐血辞了职 说这话时 周孝孝格外唏嘘 仿佛他是个多怜悲张情的人 吴雪纳闷 他不是土豪的闺女吗 周孝孝瞬间满脸笔 吐个屁 我找人打听过 他没罢 他妈就是个菜市场卖菜的 那他送我们那些东西 啊 指不定是八戒哪个富二代来的呢 吴雪结后余生式的拍拍胸口 幸好 艾滋不传染 不然咱们都危险了 说完 他转头看向身后的我 方方 你说是不是 我拿着笔 还是认真听课吧 讲真 要不是为了知道张情近况 我才懒得坐这两院后面 张情回老家了 走之前 他挺了已经三个月的肚子 又去找了那些富二代 这次 他脸也不要了 直接叫了八卦媒体 把富二代堵在了门口 媒体也是看热闹 不嫌是大 全程直播 但富二代何许人也 有的是超能力 这次碰瓷不了了之 张情也在第二天 就离开了这里 我早知道 早晚有一天 他还会再回来 可我着实没想到 才仅仅一个月 他就回来了 他挺着肚子 撞上我的电动车的时候 我几乎没认出他 除了肚子依旧尖尖的 他模样大变 两颊凹陷 眼带深重 就连肤色都比原来黑了两圈 邪 我的肚子 方方 你为什么撞我 我的孩子 他躺在地上 哭得有气无力 手不停抹扎着裙子 浑身颤抖 身下是一阵红色细流 讲真 我懵了 虽没看清人是怎么跑出来的 但我确认我及时杀住了车 我百分百 确定我没撞到他 可他身上流的 确实是血 而且看张情苍白的脸色 也绝不是装的 这是怎么回事 周围人越聚越多 已经有人认出张情 震震惊呼中 张情哭得更惨了 方方 我知道你因为以前的是讨厌我 可是再怎么样 也不能撞我呀 毕竟我还怀着孕呢 他此话一出 周围人顿时一片唏嘘 无论怎样 他现在都是个孕妇 而我确确实实是个肇事者 我抬头 这里位于图书馆后 跟教学楼成一个家脚 根本没监控 我也是犯懒想 超近道才走这里 他却能精准无误的被我撞到 打死我也不信他是无意的 可他身上的血 又是真的 现在怎么证明我的清白 确实是个难题 张情 你有病吧 哭嚎得正起劲的张情 被我猛然引问 有点发呕 可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再次端出一副若柳浮风之态 我咬紧牙关 再次从嘴角挤出声音 张情 都知道你有艾滋 你不在家躺着 出来祸害人 你脑子也有病是吧 我声音不大 却刚好能让周围所有人都听见 张情像是受了刺激 先是一愣 随后发出今天报名 你才有病 你全家都有病 好 现在去医院检查 看咱们到底谁有病 医院 不 我不去 张情头摇得像波浪鼓 流着血的身体也开始后退 芳芳 今天大家都看见了 是你撞了我 甚至我的孩子 都有可能因为你保住 我不要求别的 你给我十万块 这事就这么算了 十万块 算了 看见他这副难看的吃相 和心虚的眼神 心里某个想法更加笃定 我拿出手机打了盒 既然咱们讲不到一起 就让能讲清的人来吧 医院里 因为张情的各种不配合 检查根本完不成 他就像个拓败的充气娃娃 在检查室上蹿下跳 却又无力逃离 折腾了半个小时 戴着口罩的医生 终于拿着各种检查单子 走出检查室 试探开口 您的意思是 女生在妊娠期间 如果停止妊娠 在停止妊娠后一段时间里 还是会显示怀孕 这是因为她体内的激素还在 激素不是一天积累的 自然也不会一天消停 我赌对了 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所以 她身上留得显示 医生摘下口罩 开始认真清洗双手 她应该是流产完还不到三天 有些很正常 医生话音刚落 隔壁检查室 就响起了张情杀猪般的叫霸声 你们 你们沆泻一气 我要告你们 私自对我检查 我双手一摊 医生你知道的 她碰死我 我不证明自己清白 怎么能行 再说 检查费我可没让她花一份 说话间 张情已经扶着腰 一瘸一拐走出来 跟在她身后的 还有两个女警 以碰死的罪名 被警察带走前 张情冲我咆哮不停 芳芳 我知道你也重来了一次 你知道你把我害得多惨吗 那对付二代理的芳宁 就是你哥对吧 你上次死了不知道 她为了给你报仇 活活把我折磨至死 就因为我是你死前见的 最后一个人 她没证据 要弄死我 凭什么 说着 她双股心红冲上来 不断摇晃我的肩膀 疯狂的她力气大的吓人 哪怕女警 在旁边拼命阻拦也没用 凭什么你生来就是大小姐 我只是个无名无分的私生女 凭什么小小年纪 就要被基督欺负 被她传染生病 就算了 连我的孩子 都要活活被她打掉 凭什么 凭什么我生活在下水道里 你却活得要眼独目 你就应该跟我一样 发烂发臭 所以你就把她以表哥的名义 介绍给我 让我过上像你一样的生活 没错 不把你介绍给她 她凭什么放过我 我妈就是被她打死的 我才不要被她打死 她 耳光身未落 我再次仰手 这次左右开工 直接给张晴来了个连环巴掌 她被我打懵 我一把拽过她的头发 扶到她耳边 你说的那个方宁 不过是我妈帮富豪的结果 她是我后爸的儿子 你知道吗 其实我是我妈 未婚先任的私生女 我也没见过我爸 可我花的每一分钱 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算计到我头上 哦对了 有件事是方宁帮的忙 我之前曝光你那些证据 是她查的 这次腹中空空 张晴喜提十五天拘留 而这十五天里 我总觉得有人跟着我 若有若无 虚无缥缈 就像那天在高铁站 被张晴从背后凝视的发凉感 从小到大 我妈不是在谈恋爱 就是在谈恋爱的路上 一直到前几年 帮到方宁她爸才安稳 所以常常从放学到睡觉 再到上学 我都是一个人 过早的独立 让我产生了 面对危险异于常人的警觉 自从这种后背发凉的感觉出现 我便日夜难安 可我处处警觉 却一直无事发生 就在我怀疑自己 是不是太过敏感时 意外发生了 课间上厕所时 一桶冰水都头而下 在睁眼时 已然在一个陌生的仓库 全身被绑得接接时时 张晴表哥 哦不 是张晴继父 正对我上下棋手 看着那张猥琐至极的脸 隔夜饭挖一声吐了出来 滚 这个字用尽了我全部力气 头晕目眩加呕吐 只觉得快看见太奶了 被我喷了一脸口水的张晴继父也不恼 抹着脸反而更加兴奋 果然带劲 连口水我都喜欢 哈哈 说着 他伸出肮脏的舌头舔滴下自己嘴唇 动作令人作呕 我欲再吐 却发现连未知都吐不出来 远方 张晴拍手大笑着走来 芳芳 我早就说过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早就说过让你等着 我后爸看上你 是你的荣幸呢 你逃不掉的 话音落 他一直面前 仰手给我一巴掌 那天你把我脸都打肿了 今天心愁就恨 我一定要一起算 他边说边动手 他怕两掌 抽到我脑子嗡嗡直响 思绪却异常清楚 你跟你后爸早就伤了好了 痛词敲诈我不成 就让他跟踪我 然后绑架我对不对 张晴仰起的手护的放下 转而捏起我下巴 你还蛮聪明 是又如何 你不知道要被绑来了吗 所以 这半个月他一直在跟踪我 直到现在 用掺了影迷的水迷晕我 我刚说完 张晴继父就黑黑笑起来 然后一把将张晴推到一边 打两下出出气格了 这细皮嫩肉的都给我打坏了 可怎么好 他看着我 眼神越发得意 粗糙的手一下下贴在我脸上 告诉你也无妨 就是我跟踪你绑架你的 反正你都是要跟我回去当媳妇的人了 还怕知道自己怎么来的吗 等会让我的琴琴给你拍个照 再跟你那个有钱的干哥哥要点钱 我就带你回家 哈哈 我抬头 也跟着放肆大笑起来 这样啊 也好 光 花 仓库门被撞飞 漫天尘土自大门落地处飞起 门口迎光而来的 是方宁 以及他身后全副武装的警察 我这场配合怎么样 我笑 完美 一直到被警察带走 张晴跟他继父都是懵的 尤其是张晴 愣是瞪着眼睛半无辜 警察同志 你们要抓抓他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我后爸逼我做的 我也是没办法 不然他就要打死我 他看着警察 一副受人胁迫逼不得已的受害者样子 女警给我松绑 我淡定无比拿出耳朵里的气听气 反问所有的对话 可都被那边的接收器收着呢 我冲方宁使的眼色 方宁默气十足 把接收器给了旁边的警察 张晴这才有点慌乱 他仗红着脸 结结巴巴 不 不是这样的 不是 我 够了 我打断他 是不是你 这个老你都做定了 别忘了 之前是因为你怀孕才见外的 现在呢 方宁 我记得你是学法律的 像这种侮辱污蔑加绑架罪 要判多少年 方宁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淡然到七年起步 听到七年这个数字 张晴再也淡定不下去 当场被吓得脸色惨白 可这还没完 我又补一句 还有一个 故意传播性病罪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什么 我没有 张晴瞪大双眼 强装强硬 可身体却不受控制的颤抖个不停 没有 我呵呵一笑 那些富二代们的病不是你传播的吗 如果说传播他们 你不是有意的 那我和吴雪 周笑笑 你总该是故意的吧 说完 我拿出手机点开了视频 视频里 张晴先是偷溜进我做实验用的饲养笼 往我解剖的兔子眼睛里 滴了几滴红色液体 后又给兔子注射液体 旁边的警察疑惑 那红色液体是 我 鞋 张晴的鞋 他知道我教授在上解剖课时 不允许我们戴口罩 就故意往我兔子里注射他的鞋企图 让我也染上艾滋 接着还有一段视频 是张晴溜进宿舍导古 吴雪和周笑笑的化妆盒的画面 凭什么我辛辛苦苦 却要早早死掉 你们吃我的 用我的我还得捧着你们 凭什么 用了泡了我血液的美瞳 你们就死吧 哈哈 而发生这些事的时间 刚好是他碰死我之前 张晴没想到 我连这些视频 都有彻底傻眼了 好半天才哆哆嗦嗦开口 你怎么 怎么会有这 这些 这些视频 我摇摇手机 我当然有 我就知道 你不会甘心离开这里 我早在各处都装了很多摄像头 就等着你做够了腰 恕罪其法 但我一直以为你 只是针对我一个人 直到今天早上 我看这些视频时才发现 原来你连吴雪和周笑笑都没放过 话已至此 张晴彻底像一只 被掐住脖梗的带在老母鸡 维米在地上不动了 直到警察催他快走 才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气 眼泪哗啦啦流 甚至给我下跪 方方我们以前是好同学 你放过我好不好 我保证再也不跟你做对了 你要是坚持这样 就是再次毁了我 你知道吗 他哭得凄惨 我却只觉得可笑 他上一世杀我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会毁掉我的人生 他给我的兔子注射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会再一次毁掉我的人生 现在跟我谈这些简直可笑 张晴和他继父被警察带走 案子证据充分 情况明了 警方很快移交检方 法院审理的也很快 张晴被判十年 他继父被判三年 得到这个结果时 我也算满意 他身患艾滋 就算不判十年 他也活不了那么久 可方明很不满意 甚至多次托关系 找人进去照顾张晴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就问他 为什么比我还恨张晴 他却只淡然一笑 以前吧 我就出了一段时间的国 回来你就莫名 我怎么也算你名义上的哥哥 当然要护着你 话至此 我基本已经明白 方明大概也重生了 可是 他又是在什么时候重生的 看着方明远走的身影 我摇摇头 算了已经过去的 这就他又干嘛呢 我现在更关心的是吴雪和周笑笑 他们成功被感染了 在学校名声 也臭了只能天天往医院跑 可吴雪的病很严重 没过多久 一场病毒感染 就要了他的命 周笑笑掏光了家里的钱 却仍治不好病 没办法 只能退学在家 我一次赶报在医院 遇见他 他竟然怪我不告诉他们 美童有问题 呵 圣母上辈子我做过了 这辈子 我可不会再做了